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飞 马上过15了嘛 今天是30号 在街上今天没点猪肉 看看我们这边猪肉大概多少钱 这是一家元帅鲜猪肉店 然后看一下他们这家的价格多少钱 老板你们多少钱一斤肉 30 30 41 40块钱 是啊 有个40块钱 这边还有排骨 这排骨多少钱 排骨卖31块5 31块5 排骨还贵 这个排骨中修的话也是30 猪肉的话我们这边也是30块钱 把钱给把钱 你来说看不出了 当时老板说说他说 我们还是用鸡腿了 他有点大点 给我打的 打一瓶块钱的 一瓶块钱的 这个猪皮还在哪 猪皮还在哪 猪皮还在哪 钱得多少钱 你给你关心吧 你给你干 家里的这个茄子是1块7一斤 这边还买了一点蘑菇 这个蘑菇是5块钱一斤 这个青椒是3块5一斤 这个包头菜 老板这包头菜多少钱一斤 2块 这包头菜2块5一斤 这个小鸡大概五六四块钱 多少斤 六十二 今天还买了一点鸡蛋 这个鸡蛋五块钱一斤 在外面买一块钱一个 现在这是十一块钱的鸡蛋 大概有十几个吧 今天二十个 回家终于能吃起鸡蛋了 泡了三百块钱的肉 买了一点蘑菇 还有烧了一只鸡 高通菜 还有茄子 买了一点辣椒 大概就这些 还有我妈买了一点姜蛋 这是中秋准备的 本来今天晚上我想炒两个菜的 但是没办法 我爸回来了 然后今天晚上 现在已经六点多了嘛 现在要去街场 今天晚上还是我妈做饭 这边天黑比较早一点 在西藏的时候 八九点才天黑 去四川的时候 也就六七点 七点多才天黑 这边基本上 六点就天黑了 天黑太早了 我现在要去叫我爸 出发 回家了 洗手吃饭 今天晚上饿坏了 这是我妈今天做的饭 这是炒了一个鸡 一个木耳炒肉 一个这是什么 就是豆皮 还有一个白菜 白菜豆腐肉 炖了一锅 这个应该是鸡蛋汤 四个菜 好久没吃这个煎饼 这个煎饼 已经三个月没吃煎饼 你还不吃 这点热 这点热 是 小工具 不要过去 我想买三花的没卖了 没了 不要两个小工具 我还知道 你从来不吃 我还要炒得热气了 哎呀 不是这样的就先了 嗯 感谢我擦坏 我不能擦坏 酱油和麵糊 requirements 如果有麵糊 要是用麵糊 有麵糊 要麵糊 要麵糊 沾到麵糊 用麵糊 這個麵糊 一大小小小的 虽然我点觉 喝一个青菜 也是 加点入流 三四口 一个地方一万两粒 这种打一个一个 三四 然后有点四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这是回家以后吃的最舒服的一顿 祝大家中秋快乐